这个新手司机开车太过随性 开车途中仅扔掉方向盘 转头去后座找纸巾 突然前方出现一个路人 丈夫立即辅助方向盘 并急忙贺令妻子快踩刹车 但为时已晚 两公婆当场把路人撞得吐血而亡 车祸发生后 父亲俩不敢自首 在电话亭报警求救后 便立马逃逸离去 两人心情忐忑 睁眼熬过一夜 第二天 他们翻阅报纸新闻 发现并未报道车祸命案 丈夫以为一切无碍 收拾一番就打算出门上班 谁知刚出门 对面就搬来一个新邻居 妻子盯着邻居 吓到失语 眼前这个鬼孝男子 分明和昨晚被撞死的男人 长得完全一样 邻居很古怪 他笑着和两人打招呼 还夸他们的车 撞起人来一定很厉害 两人听后一阵心虚 他们拉上窗帘 偷偷观察对面 发现这个邻居玩了一整天汽车玩具 他仿佛在不断模拟车祸情景 丈夫搞不清 他究竟是人是鬼 拿出高背景 不料这个举动被邻居当场抓包 刹那间 丈夫发现自己被红点瞄转 他立即躺平自救 谁料一转头 红点又挪到妻子身上 丈夫当即大怒 气冲冲直接找上对面 想问个清楚 他们正要敲门 大门却自动打开 引诱两人走进去 丈夫四处搜寻 屋子里未见人影 直到拉开窗帘 才发现邻居吊死在阳台上 父亲俩十分惊惧 正要逃跑时 邻居居然开口说话了 想不到这么晚你们还来看 这些招呼不招啊 来帮帮忙啊 你是心病啊 上吊还能出货 原来他只不过是在擦玻璃 丈夫觉得这人是个神经病 骂骂咧咧带着妻子就要离开 可随后 邻居就跟上门来 嘟嘟囔囔说要找两人报仇 他们终于确定 这人就是被撞死的那个路人 两人害怕冤魂报复 立即大念佛经报名 冤魂果然害怕离去 于是整整一夜 夫妻俩轮流念经 抵抗厉鬼索命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立鬼才打电话告诉他们 其实自己并不怕念经 两人被折腾得欲哭无泪 为了睡个安稳觉 他们偷摸躲进酒店入住 妻子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 突然他察觉身后略过一阵冷风 妻子胆颤回头 冤魂果真一脸邪笑站在身后 然后他用钻进电视机里戏弄两人 丈夫被气轰了头 竟表演起喷火绝技 不管不顾扯立鬼喷火 结果一下把房间点燃 事后两人被酒店老板轰了出去 冤魂依旧纠缠不休 丈夫去银行上班 他就出现在柜台 拿出一打现金 说要存起来 丈夫颤抖接过一看 竟是大把民币 接二连三被戏弄 丈夫干脆点起打火机 把民币烧了个一干二净 经理看到这一幕连忙赶过来 一顿赤马下 丈夫才猛然清醒 原来面前站着的根本不是鬼 而他竟把客户的钱给烧了 这下丈夫被当场炒鱿鱼 他和妻子垂头丧气走出门 那个鬼却突然出现挑衅两人 夫妻俩心态彻底崩坏 他们一路拳打脚踢驱赶男鬼 丈夫一脚下去 把鬼踢得连连吐血 妻子做事更绝 他把汽车开来 怂恿丈夫开车 对准前面挑衅的男鬼狠狠撞过去 直到那人彻底被撞死 再也起不来生 两人终于高兴地拍手庆祝 不巧的是 警察就在一旁 亲眼目睹命案发生 他立即要逮捕两人 谁知他们说撞死的是鬼不是人 同事上前检查尸体 惊悚发现 这人已死亡多时 身上已经长出明显诗般 夫妻俩听完陷入震惊 地上的死尸 此时也露出了诡异微笑 马路如虎口 撞死人别溜啊